我本来想让你爹劝劝你 但可惜他不在大夏境内 他不在西夏在哪儿 他有自己的事要做呀 做什么 考验 你爹这个人怎么说呢 就算是他率原氏全族投靠于我 我仍然不能完全相信于他 给他个差事 让他自己证明自己 所以你不杀我是因为他 没错 那你觉得我会受降吗 你我本是同族何来降字啊 我哥知道这件事吗 齐川寨之后 你爹给他写过信告知了真相 劝他全心为西夏效力 但是他拒绝了 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拒绝 因为他是傻瓜 我现在算是知道 他为什么一心求死了 自己的亲生父亲 让他去背叛大宋 这是该要多绝望 若不是为了给童谣报仇 想必他都不一定能撑到那个时候 可即使是这样他还是保护我 没有把那些秘密告诉我 独自走向绝路 其实他根本没必要这么做 你根本就不会明白他 我哥即使知道自己是心碑血脉 他依然会毫不犹豫选择忠于大宋 那种忠诚 是刻在他骨子里的 没错 生于大宋 长在大宋就是宋人 陈舅一个人是他走过的路 又不是他身上流的血 你笑什么 我说的是事实 我们大宋是大国 江土辽阔 各族皆有 我笑的不是这个 小丫头你可要想清楚 你 可以接受他 其他宋人哪 我就是宋人 连你爹的话也不听 我只有我哥 我本以为以你的性子 能够假意归顺 假是假 可也对你信 可也对你信